? 各位觀眾朋友們én好 非常歡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節目 我們今天我們想來談談自殺的問題 自杀究竟算不算杀生呢 佛教怎么看自杀这个问题 到了了无声去的时候 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佛教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现在就来请教圣言法师 法师我们知道最近 国内有好几件自杀的新闻 而且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念到了大学研究所 为了一个感情的问题 或者学业的压力的问题 就自杀了 对这样的事情 不晓得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佛法说人生难得 我们能够有个人的身体 是非常的应该是很珍惜的 应该是很感激的 应该要好好的来用我们这个身体 来做我们应该做能做的事 没有到必须要把它杀掉了以后 才算是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过程 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自然的生 然后自然的死亡 那个是一个过程 可以做一个交代 一个责任可以完了 否则的话 所以用人为的 不管是被杀 或者是被人家杀 或者是自己杀 都是很遗憾的事 都是不应该的事 那么有的人就说 自杀到底算不算杀生呢 因为杀生好像是杀别的生命 那自杀是杀我自己的生命 算不算杀生呢 算 用自己的意志 用自己的精神 用自己的心力 来杀自己的身体 这个身体啊 我们没有权利来杀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得到这个身体 是从过去 是所造的种种的因 我们得到这个身体以后啊 这个身体本身 是由它的原因的 那我们这叫做果报生 叫做一报生 我们这个身体 拿出来做什么 拿出来有两种用处 第一种用处 就是环报 环报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过去欠人家的东西 或者已经造了种种的 这个不善的因 我们现在要得到 一种不善的果啊 就是用罪报 或者是一报 或者是苦报 我们应该面对现实 应该接受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是来还愿的 我们过去啊 曾经呢 许了好多的愿 希望怎么 希望怎么 那这个愿 可能是这一身许的 也可能是过去过去 有好多生许的 许了这种愿 要用这个身体啊 去还愿 还愿是自甘情愿地 来用这个身体 来接受一些磨难 或成长过程之中的呀 一种责磨 然后再去啊 完成我们的心愿 要做应该做的事 所以我们的责任很重啊 我们这个身体很有用啊 怎么会随便把它杀掉呢 所以杀掉了就不负责任 是有罪的 是 如果我们为了挫折 为了一点小小的不如意自杀 是不应该的 可是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 可不可以自杀呢 譬如说 当我们被俘虏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壮烈成人 自杀 那么譬如说 当我为了一个目的 我想唤起众人的意识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采取一种 自杀的方式来唤起大家注意 譬如说在越南 在越战的时候 很多佛教徒都选择了自焚 那么像这样子 是不是也是不可原谅的呢 如果说是为了被俘了 被俘了以后问一问 被俘了是不是一定死 看看怎么死亡 或者是被俘以后 被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啊 可能因为子击的不死 而死得更多的人死掉 那子击死的是核算的 这个事啊 这都死 为什么 子击不死的话 会连累了很多人都要死 那子击死掉 如果子击不死 跟其他的人也没什么影响 那子击被俘以后 也不一定要被敌人枪背 或者是被敌人杀头 那战死不死是最好的 第二点呢 在越南的情况啊 在越战呢 这我们知道 有个广德法师啊 为了反对 当时的越南政府的独裁 反对越南政府啊 对于这个佛教的压迫 所以他焚身而死 好像不是一个人了 好像烧掉几个人了 那么当时呢 广德法师呢 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啊 而且由于广德法师的 这个自焚呢 而使得越南的政府 一下子啊 事如扑作 就这么这个消灭了 就这么啊 就灭亡了 这个要从历史上啊 去评断它去 我不做历史的评断 我只是讲 我们呢 一个人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死亡 那么从佛教徒的立场来讲啊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自杀 都是错的 不管你为了什么目的 来自杀 都是不应该的 好 那么 如果为了自杀一个人 而能够救千万个人 这个值得做 那过去 释迦牟尼佛在 做菩萨道的时候啊 看到有一只 这个卧盒虎 这个饿的 饥饿的虎啊 带了好多小老虎 在冬天呢 这个母虎没东西吃 小老虎也会饿死 没来吃 因此呢 这个 这个菩萨就 跳下悬崖啊 就喂 那只母虎 怎么样来逃避这个死亡的诱惑 有的时候死亡也是一种诱惑 那在那一刹那 怎么样让自己 从死亡的这种阴影里面 清醒过来 有没有一个观念 或者是一个 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他呢 第一个观念 就是要告诉自己 生命可贵 人生难得 这个观念马上要提出来 第二个观念 死亡不是解决问题 死亡 是啊 更多的问题的开始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 所以是呢 死亡 可以把它转过来念头 还有呢 为了爱情而自杀的 好像是说 男孩子已经死了 我也跟了 女孩子也跟了一起死 或者女孩子已经死了 男孩子也跟了一起死 这叫寻情的死亡 好像是说 这一生呢 没有办法能够生活在一起 我跟他一起死了以后呢 打开成我在一起去了 绝对是错误 生命是两个 现在 既然不能够在一起 死了以后 根本很渺茫 你怎么能够保证你 死了以后 就跟他在一起去 所以是 这个不要太冲动 死完以后 根本不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你为什么 就这么 这么貌色的 就是我死了以后 也跟他一起去呢 那也有的人就说 好吧 就是对父母 或者是对 另外一个亲爱的人 对先生或配偶 就说 你不爱我 我死了 让你痛苦 这个更不划算 用生命 来换取人家的痛苦 有的人认为 我死了以后 让你痛苦一辈子 我只要死一次 其实你死一次 你死的太不合算了 你只有一次 全部都没有了 他还有 他不一定痛苦 还有 你死了以后 他不一定是痛苦一辈子 我没有关系 反正轮回 我会再生 我们在这一生之中 应该清理的是 没清理掉 来生 再来的时候 问题更严重 所以这一生 没有处理的问题 来生再处理 那再无更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